打开我们的串口 然后把开合板上电过后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地方我再提一点 就是说有可能大家开合板上电过后 有可能这个网卡刚开始没有处置化好 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 你发现你的灯没有亮的话 你最好先去拼一个 拼一个那个就是随便一个IP都可以 主要是让我们的程序 就是重新的把我们的网卡 进行一个那个重新处置化一下 这样也可能会导致 它有些芯片那个内部的 它可能是那个睡眠状态 然后给它唤醒 完成这样一个事情 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下面还是一样 我们把它那个先下下来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根据刚才我们内存的布局来说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把我们的内核先下下来 还是在2008000位置上 然后把我们的U-Image下下来 好这个地方出了点问题 这个没关系 因为是之前我这个内核 重启过后可能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板子重新启动一下就可以 好刚才那个问题可能就是一个超时 就是因为我那个之前那个网卡可能由于插拔过后 它可能有一个timeout的关系 然后导致那个软件不是很稳定 所以没关系 我们重启就OK 然后我们重新来TFTP21238123U-Image 好那么这时候开始下载 同样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是把内核下下来了 下下来过后仍然没有完成我们的什么 就是真正的整个文件系统的一个那个部署 对吧 所以下面一步开始部署文件系统 部署文件系统一样的 我们把它下载到2100然后1234 就相当于放到另外内存的另外一个位置上 然后把我们刚才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已经有了的一个文件 叫initrd.image.gz 这个呢以后我们会做 我们会做 但没关系 我们现在先直接用initrd.image.gz 不要写错了 不要写错了 好回车我们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 它开始进行下载 好一样的下完之后 下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启动的呢 没有 还要注意 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内容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一个启动参数 把这样的启动参数 让Uboot传递给内核 然后内核是不是就按照我们的这样的布局 或这样的部署 把我们的整个系统启动起来了 好 那我们来试验一下 好 那么还是一样 我们现在呢 还是setenv一下 bootargs 然后呢 还是一样空格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不要写等号了 因为你的变量的这个地方 就靠这个空格来使得这个地方的等号出现 根据刚才我们讲的内容 首先来说三大块 root root等于dv下的ram 然后一旦是ram过后 那么我们还需要指定ram的起始地址 和我们的大小 那么这个时候就告诉内核 那么它的变量名称再把记住 叫initrd 非常好记 initramdisk 等于多少呢 0x2100000 这个地方还是一样 不要写错 因为你少写一个零 肯定是出问题 对吧 因为整个内存地址发生便宜了 然后逗号 八兆 这个没关系 我们就写这个字符的兆就可以 那么内核它是认识的 它可以做对比 然后你看这样两个选项 其实就已经把内核启动参数 那个告诉内核的具体信息 就已经OK了 然后剩下就按照我们之前所讲的 init等于根目录下的linux rc 就是这是我们系统启动的一个 一会我们来把文件系统起来过后 你就知道 其实我们的根文件系统在做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linux rc 这样一个系统启动的第一个引导程序 然后我们的console等于ttysac0 然后多号115200 其实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参数就设置完了 好 剩下的事情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大胆 用bootm把我们的内核先跑起来 然后内核根据bootloader中传递的 这样一个启动参数 就可以加载或者是挂载我们的文件系统了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 其实非常顺利 你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就整个跑完之后 整个跑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句话 你就会自己都看到 你看叫ram disk 然后怎么怎么样 block 然后开始mount的 就是开始挂载root 看没有 挂载根文件系统 已经挂成功了 因为如果不挂成功了 一般情况下 这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出错 如果你们在这个地方没有挂成功 主要去检查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地址跟对没有 大小跟对没有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你还要注意这个地方必须是八兆 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是八兆 等以后我们自己开始自己定制我们的文件系统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可以变 就可以做成更大的 都是可以的 然后剩下就是关于这个地址千万不要写错 看看你部署的位置 跟你设置的位置是不是一致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 然后下面我们接着来往下看 就这个是开发版 那个窜口的 然后你看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这句话其实也是成功的一大半 就是free 就释放初始化的内存128K 那么这个一般情况就是内核就已经把所有初始化的部分做完了 剩下就已经开始真正做内核的核心事情了 好 那仍然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任意键进入console 什么意思 你看灰车 是不是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Linux下的一个什么 一个提示符 甚至来说你看我敲ls过后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已经也看到了一定的信息 而这样的话呢 可以这样来理解 现在我们板子上是不是已经运行起一台 真正的一台Linux系统了 而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之前学高级编程中所介绍的所有的一些程序 我们其实都可以通过调查编译的方式 在我们这个板子上运行起来 就比如说这里头有Hello Word或什么 因为你想Linux能运行 甚至你看Echo也有这样的程序 你看比如Echo Hello Word 那因为Echo本身也是个程序 说明它已经编译进去 对不对 好 回车 你看是不是也能把Hello Word打印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呢 应该说我们整个这个系统的基本步骤 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剩下的事情就是应用工程师 包括你们的一些产品经理等等 根据你们这样一种设备 外接设备的一些数据 然后进行一些业务层次的一些开发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开发方法 然后呢 这是我们RAM disk 那下面回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RAM disk 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内核启动的一个基本流程 再回一下 第一个流程 就是第一个我带有这个内核 然后在内核启动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来说不推荐使用go命令 而采用的是一个bootm命令 因为bootm命令呢 它最终要的最终是解决什么 uimage的启动 uimage的启动 而go命令呢 是可能会启动一些其他程序 比如说我们在之前讲RAM逻辑程序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时候逻辑程序是不是我们 其实就是从那个的那个并文件啊 比如LED点并那个文件 那个文件是不是里面就直接就一上来啊 从文件刚刚开头就是一个可执行的 RAM的汇编程序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用go命令 其实是可以能达到一个样的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uboot中 以现有的这个go命令啊 来完成我们后期啊 就前期那个RAM开发中啊 设计到的一些逻辑程序 可以在板上运行啊 因为我们的uboot可能已经把内存啊 那些那个设备都已经调制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后期开发一些逻辑程序的时候呢 都可以利用这样的大内存啊 来做更复杂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是go命令啊 所以go命令天生不是为了启动内核 但是它可以把PC指令给改变 而bootm呢 它天生呢 也不是启动内核 不是启动image内核啊 是专门启动什么 uimage的 然后那我们说 是不是光有这个bootm这个功能就OK了呢 那么我们说不是 我们说内核启动呢 其实还分了什么 分了至少要分了两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 通过uboot怎么告诉内核 你是你该怎么样去启动 对不对 而这个怎么样启动呢 是通过uboot中啊 有设置了一个非常重要变量 叫什么 叫bootargs 通过这个bootargs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内核的一个启动参数 去设置到这个变量里头 而启动参数呢 一般情况下主要是三大块啊 第一块是根的事情 根在哪啊 那么这个信息在哪呢 一般来说是分两种啊 一个是直接是非常简单 root等于就没了啊 没了 然后第二种就是说 你光有root还不行 我们还要 还要对这个设备的一个更具体的信息 还要再指定啊 这是一个 然后剩下剩下的两块 一个是init 一个是console init呢 是我们第一个可执行的啊 处置化的一个主线进程 init进程的一个什么指定点啊 然后console是我们真正可以进行交互 以及查看信息的一个什么一个窗口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那光有启动参数是不是也够了呢 我们说也不行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只是把内核起来了 内核中呢 要想跟用户真正的开始进行交互 比如我们要打Hello World 这样一种应用程序的一种需求的话 我们也需要一种什么 叫做根文件系统的支持 也就是说 你这一步都已经指定了根在哪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根也部署在这个位置上 对不对 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第二个参数 就是文件系统的部署 或者文件系统的一个支持 那文件系统中呢 我们说文件系统 其实我们后面会单独去讲到啊 它的文件系统的部署 可以方法非常非常多 我们现在呢 只是先给大家 那个 弄了一个啊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Rump Disk 那么对于Rump Disk 大家一定要把它掌握到什么 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部署 就是什么参数 告诉内核 你该这样的方法来部署 然后呢 你这只是告诉内核 那么当我们作为测试人员来说 我们是不是还要把内存 按照我们特定的一个要求 给部署进去 然后这样才能进行测试 对不对 然后最后 当然如果从测试人员已经过了过后 那剩下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是人为的 我们剩下的事情 是不是就应该把我们这个 自动化的问题处理了 就说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把板子卖给用户过后 用户还在那敲东西 对吧 那肯定我们要经过一个什么 自动化处理 比如说倒计时过后 它自动开始启动 加载内核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一会儿来看 就说它其实就是 由boot中的设置了一点点 什么技巧 就是通过一些参数的一些增加 我们就可以完成 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好